今天我们来做用豆渣做的花卷 容器中加水180克 糖5克 酱母5克 5分钟后加入450克面粉 150克豆渣 3克泡打粉 一个鸡蛋 开动搅拌器 搅拌成团 取出面团 在案板上 先揉成长条 反复折叠多次 揉成光滑面团 放入碗中 饧25分钟 然后搓成长条 均匀地分割成12份 每一份都搓圆 再饧大约10分钟 取一个面团 擀成长条形 刷上油酥 撒上少许盐 从一端 卷成长条状 所有的面团 都依次 卷成长条状 取一个长条面剂 从中间切开 头部 不要切断 然后 拧成麻花状 拧着麻花状 从底端往里卷 切口朝上 最后 没有切断的一头 压扁 放在下面 一个花卷 就做好了 所有花卷 放入蒸锅内 发酵 一个小时 直至体积明显变大 放入蒸锅 大火蒸15分钟 焖5到10分钟 花卷就出锅了 拨开一只花卷 看看 里面非常的松软 现在来做香蕉酱 香蕉叶 废嘴中汆烫 然后进入冷水中 拧干水分 切成末 加蒜梨 盐 辣椒粉 最后 浇上滚油 充分地搅拌均匀 就着香蕉酱 吃花卷 那味道 美洁了 花卷松软 香蕉酱 香味浓郁 吃了 让人回味无穷 关键 关键是 里面还加了豆渣 吃了 身体更健康 营养 更均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